新闻首先来关注台风的动态 今年的第18号台风山陀儿 目前的位置在台湾南端 俄罗安比南方大约160公里处 强度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不排除上升到强烈台风等级 那么气象署已经发布豪雨特报 从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 台湾东半部地区要注意 可能会有大雨或者豪雨 未来在整个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 今天晚上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台风接近当中的时候 东半部跟恒春要注意 和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机会 尤其台东山区会有 局部大豪雨发生的可能性 此外在北部跟南部 这时候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像间歇性的震雨出现 沿海风浪是持续增强 而在1号到2号这段时间 台风在持续接近并且通过的当中 明天花冬的下雨会越来越剧烈 恒春半岛也是越来越剧烈 而南部地区时间是越晚的时候 风雨会越来越强 而各地都要沿防强风好雨的情形 而等到2号的时候 刚提到从西南近海通过台湾 这时候南台湾的降雨还是持续着 等到台风要通过台湾之后 开始换北台湾的下雨 也会开始比较明显起来 3号之后台风如果顺利的 逐渐远离之后 到时候北台湾还是要留一些 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性 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